香港特首梁振英日前被澳媒披露 在参选时出售了戴德梁行控股公司 还收贿5000万元 这让香港民间导梁的声浪更是高涨了 那么许多香港议员在立法会也提出了质询跟批评 提出质询的民主党议员何俊仁表示 梁振英涉贪丑闻至今仍有不少疑云未解 例如有报导指 梁振英县史仍持有戴德梁行日本公司的股份 而该公司一个重要的客户的大股东 也是一家本港电视台的主要股东 有市民因此质疑行政长官 在本地免费电视台服务牌照 下称免费电视牌照的审批事件 有否利益冲突 何俊仁要求当局澄清特首 是否按相关规定申报利益 政务司司长林振月回应称 梁振英上任时已按基本法规定 向中审法院首席法官申报财产 有议员表示质疑 根据资料显示 梁振英仍需旅行与澳洲公司的顾问合约 何俊仁质疑他违反行政会议首席的精神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在香港报道